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富得搏击王武林峰之决战天下大赛》的下篇 即是来送上底场的赛事 来自67kg 四人淘汰赛 禁腰带的初赛 首先介绍来自南方的澳洲 维克多 现在出场的维克多 21岁 一米七六 职业战绩 58剑 47剑 11副 WLF 70公斤 世界金腰带 维克多是非常出名的拳手 最近在泰国曾经与最著名的太奇王波球 大战三个回合 接着介绍来自洪峰 是中国的杨泉 杨泉 杨泉是中国很有名的拳手 它是MMA 自由搏击和泰式 三种比赛都可以打的 非常全能 好了 这场赛事一定是晚中期待 即是来进行第一回合 有点踢到他 但不太承认 踢腰 现在你看到 南方维克多这个动作 非常不均指 是有违我们不能 是有些侮辱性 其实这个拳手 会不会是比较轻挑一点 应该是 可能现在觉得自己红了 有点看不起我们中国拳手 但是杨泉不理你 自己打自己的方法 有时职业拳手 他会做这些动作 好像侮辱对方 令你濕了方圈 但如果过了火 我觉得他不太欣赏 开始第二个弹 打了没多久 你觉得 哪个比较优胜 我比较喜欢杨泉 其实两个是五十五十 杨泉很主动 反而南方维克多 他比较被动一点 他不太尊重权政 和对手 有点轻挑 看到现场有很多 哭声 杨泉不理你 他一直沉着应尽 名气虽然维克多比较大 但是现在打下去 大家都是不想想 我本人觉得 杨泉更加主动的打法 飞塞 维克多 杨泉反击很快 尽量多 黑运机 杨泉 前手勾拳 还有10秒 一个高速 杨泉帮到 師傅 你有言語當時要問問你 剛才你說有些不君子的行為做了出來 其實會不會影響裁判部的印象和分數感 會的 現在大家是五十五十五十 就是印象分 比如你比較主動 比如你比較尊重的對手 兩個人都可以判得一樣 打了兩個回合 你覺得哪一位選手是暫時的分數 應該是會授手零錢的 我覺得楊柱是比較主動的 第三個回合一分勝負 維克多始終不夠主動 你反而要楊柱步步準擊 非常積極 你可以看到楊柱一路脫下 又做了一些不君子的動作 其實見到維克多雖然是紅 很多時候都會做一些不君子行為 或者想惹起現場的人注意 我覺得他是一個都有點輕挑的拳手 他有時候是勒慶對手 令對手進退失去 這些是心理戰來的 但是如果侮辱對方 我就不欣賞這種人 他已經踢低了別人 還要做這些不君子行為 他是侮辱對方 又做這些不君子行為 非常之差 如果那個本人永不樂用 非常不樂性 公師傅都忍不忍耐 都要出兩句聲音 如果這樣的動作 權政裁判可以有權淘汰他 取消他的資格 一定要尊重賽會 尊重對方 你看楊柱沉著應戰 你搞怎樣搞啊 他都不理你 打自己的落方 他想勒慶楊柱 但是楊柱很沉著 他都很經驗的拳手 其實現在雙方的優勢都不明顯 但是楊柱比較主動 維克多一直在被動 最後十秒 還有幾個很侮辱性的動作 是不尊重賽會 不尊重對手 不尊重自己的武者 第三回合結束 師傅 你覺得維克多 似乎是動作多多 無論表情或挑釁性動作都很大 所以有時做了不君子的行為 其實太拳 除了要講求 技術 也要講求 由於這個比賽 雙方拳手 一定要尊重對方 因為維克多 在比賽一二三合 都做出很多 違規 侮辱性賽會 侮辱對手的動作 印象分 是輸了 還有點數 雖然他佔一點優勢 但他沒有了武德的精神 所以觀眾都很不受落他的打法 由於他侮辱賽會 侮辱對方拳手 所以判洪方獲勝 這個裁判 判洪方的楊卷 贏出67kg的四人淘汰賽 金耀大的賽賽 換言之 他可以和中國的鐵英華 進入金耀大的總決賽 Ladies and Gentlemen Winner is YoungTran